师父带回来一个小师妹 小师妹娇滴滴的 师兄弟们都很喜欢 还会加着嗓子叫我 大师姐姐 我 路过我身侧时 却瞥我一眼 巴结了句 哼 最讨厌你这种刺激女了 我一个大嘴巴子 将她扇到石部之外 飞升到她跟前 提着如是剑 剑剑指着她 整个人都很兴奋 起来 继续静 小师妹捂着被打肿的脸 疯狂摇头 不静了 再也不静了 废物 嘴上说着要静 还以为比我那帮师兄弟们 多少强点 罢了个跟的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我因为一招 竞赢了小师妹 被师尊罚去撕过牙撕过 一年逛两次撕过牙 我早已习惯 轻车熟路 撕过不足半日 就又被师尊急令而去 原是山下村民遭凶兽攻击 大师兄带着周华建宗 一众弟子前去解救 也算历练 结果直接交代在那了 全师门上下 就飞回来一只带血的传信灵歌 师尊 你去将这凶兽除了 将你的师弟师妹们 全须全已带回来 尤其是洛霞 他刚入师门 尚在练气 没见过这种场面 怕是吓坏了 我干脆敲腿坐下 要不还是您老自己去 师尊 听说那凶兽十分强悍 无比能打 我直接遇见而起 去找凶兽查架 我赶到时 周华建宗弟子 个个身负重伤 谢尽一山 却将一个人 好好地护在其中 正是我那新来的小师妹 见我从天降 他们脸上 个个露出喜色 大师姐 救命 大师姐 快杀了 这凶兽为我们报仇 先前小师妹 被我打哭时 这帮废物崽子 瞧我可是个个满眼恨意 恨不得能将我包皮拆骨 这会儿倒是挺会舔了 不过不重要 我不是来救他们的 我是来干价的 同辈为困的 还有灵药谷的少谷主 陆燕 灵药谷要宗一脉 擅长炼丹制药 少谷主陆燕 便是此中翘楚 只是有自娘胎里 带出来的体弱之症 这会政府的胸口 猛吞药丸 凶兽是支掉金白鹅虎 是寻常虎的十倍之大 背上还坐着个 皮相十分好的少年修士 那少年修士 一脸紧张地趴在他身上 十分努力地 在给他吹耳旁风 喵哥 咱不挠了行步 别逼我求你 喵哥并不理会 仍是定睛望着我们 弓背树尾 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害人之声 喵哥 求求你了 收了神通吧 那喵哥威侧了侧头 翻了个我都能看得懂的白眼 然后根本不搭理他 直接扬起胡爪 往下重重一拍 我寻戏飞身而去 挥手以灵力 住出一道屏障 但只有半个人大小 我故意的 单纯想看看 他们为了活命 能卷成什么样 然后 我便看见师门 那帮废物互相推散 人挤人的想往里头钻 半点没有了 大宗门的气毒威严 真是滑稽可笑 如是剑 从我手中飞出 化作剑鱼 将胡爪 剑穿肩甲骨而过 钉在了树上 动弹不得 脑袋一歪 晕过去了 剑凶兽和那修士 都被我料理了 大师兄这会出来逞能了 目喝一声 夜处 看我杀了你正当 一道娇俏身影飞扑过去 小师妹将那毛茸茸的一团 护在怀中 眼中是不屈的倔强 大师兄 助手 喵喵这么可爱 怎么可以杀喵喵 况且 他还只是个孩子 大师兄一正 语调尽是宠溺疼惜 小师妹你 真是太善良了 你这样的性子 日后行走修真戒 该如何是好 小师弟感慨 小师妹是我见过的 最单纯善良的女孩 是啊是啊 小师妹人美心善 往后必成大气 就连陆燕都捂着心口 朝她头去赞许的目光 扒了个根的 一个个的 比南海佛子还有善心 尸骨随便烧一烧 都能有108颗设立的水平 刚刚这凶兽要弄死他们 找我求救的时候 怎么不是现如今 这副大善人的嘴脸 呀 小师妹惊叫了声 摸了摸小猫的软垫 道 你怎么受伤了 我 合着我刚刚又帅 又酷的一段降伏凶手 是在闹着玩呢 陆燕手握成拳咳嗽了声 对着小师妹道 让我看看 小师妹乖巧地抱着小猫过去 陆燕从戒子囊中 摸出一颗灵药来 硬逼着小猫吞下 小师妹抱着 差点被噎死的小猫 脸上笑意盈盈 对着陆燕道 多谢陆师兄出手相助 陆燕但笑 非也 是周小师妹的善心救他 希望他能知恩图报 那喵哥本来只是受了点小伤 现在被他俩一致 直接被折腾成重伤 他工备发出呜呜的声音 抬找在小师妹耗白的手腕上 划出一道斜口子 小师妹吃痛将喵哥抛出去 喵哥落地 正欲行变 被我打断 我望着他 朝他勾手 是你自己过来 还是我打你一顿 然后你再自己过来 喵哥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他挂在树上的废物主人 头也不回地 直接扑进了我的怀里 未及细想 就听见林耀谷的弟子 焦急地叫我 进师姐 我家少谷主晕过去了 您快想想办法救救他吧 原是陆燕说完话 气息一弱 直接晕死了过去 找我求救是正常的 周华剑宗同林耀谷 都是百年世家 素有交情 我又是在场唯一一个金丹 是年轻一辈中 秀为最盛的弟子 我 我只会打人 不会救人 顾念两宗门的情谊 我补充道 我先为他输入灵力 待他醒后 你们速回林耀谷 找陆谷主救治 我束手起誓 源源不断的灵力 便输入陆燕的体内 一旁的小师妹 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根短笛来 开始乌拉乌拉乱吹 三夕之后 陆燕悠悠转醒 小师妹先我一步 扑到陆燕跟前 一脸欣喜 陆师兄 你醒了 陆燕脸上尚无血色 他只虚弱的闽唇笑道 我于迷蒙之间 似是听见先月与我指引 他垂眸 看见小师妹手上的短笛 努力给陆燕输了灵力的我 真的很像个冤种 罢了个跟的 不想活就去死啊 哥这恶心谁呢 我走到庶边 拔了如是剑 解了那少年身上的静置 踹了他两脚 别装死了 起来干活 那少年一个机灵 突然蹦跆起来 窜到陆燕和小师妹跟前 一人一脚把他打踹飞 然后愤怒骂道 他罢了个跟的 你俩避避个没完 老子一个反派都听不下去了 小师妹是穿越女 这是眼前 这位自称反派的顾卷所说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是穿越男 有的是手段 帮你吊打穿越女 顾卷向我承诺 我漫不精心看他一眼 晃了晃手中的如是剑 吊打这种事情 还需要耍手段 顾卷惊恐的后退了一步 开始跟我掏心窝子 据他说 我们是在一本书里 小师妹是傻白甜大女主 而她是书中的反派 会被小师妹攻略 觉得她好单纯好不做作 被她的可爱所治愈 深深爱上她 求而不得 最终黑化 成了整个修真界 为之一阵的魔修 但最后又会被爱所伤 在关键时刻 被小师妹一剑刺死 简直有毒 我被人砍了 要死了 居然还心甘情愿 死前嘴角还要勾起 一抹玩味的笑容 还要问她 有没有爱过 这是什么傻逼玩意儿 老子只想活着 至于我 则是小师妹升级 追爱路上的区区一个炮灰 你刚刚说 周又霞刺你用的是什么剑 顾卷 就是从你这儿继承的如是剑 我把剑 抹个八子的 连老娘的老婆都敢抢 顾卷急得快哭了 那你抢她老公啊 我抬眸看她 她身子抖了下 犹豫半息 才道 你不擅长这些情情爱爱 你对浪漫过敏 她叹气 牺牲巨大 还是我来吧 她来抢小师妹的老公 有点子刺激了 我跟顾卷从姐姐里出来的时候 小师妹还因为在大师兄的怀里 柔弱哭泣 至于陆燕 这回已经醒了 还在努力吞药丸 见到顾卷 在场的各位都紧张了起来 到时顾卷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刚刚不好意思 我有化密恐惧症 你们一次说太多字 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动手 所以 以后跟我说话 尽量精简到两个字以内哈 我带回来一个小师弟 整个周华建宗的弟子 都对此有所不满 说我随便从路边捡个野男人回来 还是个维护人间的魔修 是要让师门蒙修 我 周华建宗养着你们这帮废物 还不够丢人吗 不想死 就闭嘴 顾卷领着喵哥跟在我身后 你这师门这么废 还留着干什么 确实不该留着 只是 当年我师祖飞升的时候 我答应了他 要守着周华建宗 至少保住师门百年 我虽是师尊在山上捡回来的 却是因为师祖的授意 那时候 师祖早已不再收入弟子 便将我记在了师尊的名下 我虽名为师尊的弟子 实际应当是他的师妹 能力修为悟性 接在他之上 整个周华建宗上下 我只敬我师祖一人 顾卷欲言又止的看着我 我看着他 我摸了摸手中的如是剑 顾卷语速极快道 你师祖也是小师妹的攻略对象之一 我又一次拔剑 葛老子的 连我师祖都敢肖像 顾卷也名手快将我拦下 尽悬心 你为人处事 怎么老是这么冲动呢 我看着他 反问 你不是反派吗 做事这么磨磨唧唧 瞻前顾后 算什么狗屁磨羞 顾卷噎了下 反派又不是没脑子 我他妈受够这说傻逼剧情了 我的人设是一个武力值超强的恋爱呢 你知道这有多可怕吗 我 有多可怕 顾卷无语 比你还可怕 我 顾卷 还有 你不是答应了你师祖要保你师门百年吗 你怎么能违背誓言 我认真 其实 我已经忍了他们99年了 下个月刚好满百年 真遗憾啊 他们这帮憨货的生命 已经开始进入倒数了 外间突然一阵吵两声 我能感觉到 顾卷明显兴奋起来了 顾卷 有好戏看 等到了正堂 我才知道顾卷的好戏指的是什么 师祖还在时 为周华剑宗和林耀谷定下一门亲事 那时 整个师门便只有我一位女弟子 林耀谷迟迟未曾上门提亲 可小师妹一入宗门 林耀谷就火急火了 抬着数百个大红香笼的屁里来了 不就是打我的脸吗 我又准备拔剑 哦 剑提前被顾卷收起来了 我还没来得及发飙 比我们早到的小师妹 已经搁那儿演了起来 大师姐早若霞入门 便是结成道理 也没有若霞仙的道理 一脸的为难不愿 大师兄心疼的跟什么似的 若霞 大师姐那是天煞孤星的命格 她不结成道理 难道你就要一直孤单吗 小师妹 大师兄 若霞身为周华剑宗弟子 自当如是 就连林耀谷的谷主 独满意的点头 若霞虽是女子 却一起当仙 确实是我们林耀谷少夫人的最佳人选啊 小师妹娇称的跺脚 谷主 您不要开若霞的玩笑了 画壁 还美目流转 看了眼坐在一旁的鹿燕 两人又是一番吃过我的眼神交流 我觉得这帮人神经病吧 我拍了拍身侧的顾卷 差点没收住手 把他拍进图里 这帮人是不是干不过 我就想蠢恶心死我 顾卷一边揉肩一边道 别急 有我 我忘了他小鸡仔子一样的背影 说实话 这是第一次 我有了被保护的感觉 然后我就听见顾俊惊叫 大师姐 大师姐 你怎么晕倒了 他的叫欢 吸引了全部人的注意力 我只能趁势翻了白眼 洋装晕过去 配合他的表演 顾卷继续表演 一定是大师姐你先前 为了救少谷主 耗费了太多修为 现在才体力不支 大师姐 你怎么这么傻 你好伟大 为了别人不惜牺牲自己 大师姐 你一定要坚持住 你要醒过来 我们还要一起看到 修真界光明的未来 罢了个根的 这些未免太过了 人都聚过来后 我趁势醒了过来 我开始被顾卷 为我准备好的茶言茶语 守护修真界的和平 是我的使命 拯救少谷主 是我无法抗拒的宿命 就算山崩海裂 我一决不后悔 现场一时寂寂无声 想来是被我的发言所震慑 优雅 实在太优雅了 啪 啪 顾卷带头鼓起掌来 一时间 雷鸣般的掌声 如同潮水一般洗来 给我整个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正欲说话 那边顾卷已经开始接着眼了 顾卷一脸心疼 道 大师姐 我劝过你了 让你不要去 可你为了少谷主 还执意要去 你的身子如此 怎么还受得了一路奔波劳碌 让师尊同谷主平平立 你是不是不该去 气氛都轰托到这里了 师尊自然没忍住 问 去哪儿 顾卷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大师姐不让我说 师尊你就不要再问了 师尊一脸无语 罢了个跟的 不是你先提的 师尊语气略带怒意 道 问你 你就说 顾卷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对着我道 大师姐 你不让我说 我也要说了 师尊 陆谷主 大师姐要置身前往万魔窟 顾卷说完 正堂内便是阵阵惊叹 万魔窟 那可是万魔窟啊 不愧是大师姐 万魔窟都敢去 大师姐好端端的 去那干嘛 自从师祖之后 便再也没有修饰去过那处了吧 万魔窟那是什么地方 当年八大尊者联手 在那儿都险些殒命 入万魔窟 会被万魔势咬 心智不坚者 很容易便堕入魔道 轻者从此与正道无缘 只能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 苟延残喘 众者连命都无法留下 这帮人有反应倒也正常 顾卷抬起袍袖擦泪 继续表演 大师姐 就算你想让少谷主快点好起来 就算你忍痛 想要成全少谷主和小师妹的爱 你也犯不着拼死前去万魔窟 为少谷主取拿神之草 作为他二人大婚的贺宜呀 大师姐 请不要太爱了 三言两语 顾卷就把我一个恋爱脑的形象 给描绘出来了 众人看了看周若霞 又看了看满屋子的大红香笼 不由心下欺然 连一项对我冷漠疏离的陆燕 这会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歉意 诚如顾卷所言 真诚是唯一的必杀技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 语气却极度虚弱 道 你们谁也不要拦着我 我誓死如归 万魔窟 我是一定要去的 见众人反应 周若霞却仿佛抢了他的剧本一般 神色都慌乱了 他冲到我跟前 大师姐 我陪你一起去 顾卷却一脸兴奋 对我做了口刑 他急了 是了 按照顾卷所说 那个凭借女主光环 去万魔窟为陆燕 取回神之草的人 并因此让陆燕 对他爱得更深的人 应该是小师妹 现如今我抢先去拿 他自然着急了 大师兄急道 要是小师妹去的话 我也去 小师妹如此娇弱 如何叫人放心的下 其他的废物师弟们 也一起叨叨 是啊 我也去 我定要守护小师妹周全 小师妹连遇见尚且不会 我定要扮她左右 说出来了 修仙还是不能太膨胀 倒是顾卷很快抢过话茬 要知道 这一路凶险非常 便是当年师祖去万魔窟 也未能全须全已的回来 最终身负重伤而归 顾卷这一番说辞 倒是叫刚刚为爱上头的 大师兄等人 瞬间清醒了不少 顾卷 此行凶险 去的人在智不在量 这样吧 你们先对我五万上品零食 看看实力 我 没有实力的童童闪开 有实力的 都被顾卷狠狠额了一把 就连陆燕也说不清 是因为歉意还是感激 为我送上了两大箱子 零药谷的上品零丹 他万分愧疚 实动拦拒 垂下眼帘 道 靳师姐 道歉了 你的深爱 我无法回应 蹲在远处暗中观察的顾卷 一脸不满 这个死男绿茶 说话一套一套的 恶心玩意儿 呸呸呸 我耳里好 你字不落全听见了 回房之后就将那些上品零丹 都堆到了顾卷跟前 饿了就吃点当夜宵吧 靳玄心 你也太宠我了吧 顾卷抓了一把零丹 塞进嘴里嚼了嚼 道 要知道这些零丹 在外头 那可是价值不菲的 再珍贵也比不上你 我认真道 顾卷一正 连带着耳间都泛红了 他有点局促 抓起一把零食 就开始数数 我道 要不是你带我演戏 哪能有这些好东西 估计躺一地的 就该是他们的尸体了 顾卷挠了挠头 嘿嘿笑了声 他数零食的速度越来越快 接着整个人都坐在零食堆里 喜滋滋笑了起来 殷实力道 这些都是我们活该的 他还忙里偷闲 抓紧时间 给我科普了一下 目前的形势 你那帮师兄弟 师尊 陆燕 准确来说 只要你碰到的男的 全都是周落侠海里的鱼 我似懂非懂 点点头 原来这叫鱼 我目光一顺不顺看着顾卷 顾卷摆摆手 我这般英俊的男子除外 他道 你觉得 应该怎么弄这些鱼 我看了看顾卷 觉得这人甚是傻逼 把他们都从海里捞出来 扔掉 渴死他们 顾卷表情有点惊恐 我又认真想了下 不行 那就直接把海里的水抽干 顾卷 我想着那乌泱泱一堆 周若霞的鱼 清蒸太清淡 油炸太油腻 要不还是红烧吧 顾卷咽了口唾沫 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咱能不能先不出发 一日 我和顾卷带着东西跑路 整个周华剑宗和林药谷的人 在我的如实剑下 而顾卷说自己遇剑实力一般 让喵哥背着他跑这事 实在太非喵哥了 没脸没皮的蹭上我的剑 我神色冷淡 倒也没拒绝他 你蹭归蹭 别想着偷摸我老婆 占我老婆便宜 顾卷举起双手 以示清白 瞅你这话说的 也太没有基本的信任了吧 我冷笑 呵 男人 顾卷一路上 凭借着周若霞的圣母心 我们收服了三个摩羞 四个妖道 还俘获了五个村子村民的心 混吃混喝 还收大礼包 我半点劲也没使上 我感叹 我算是明白 你为什么非要把周若霞带上了 顾卷磕着瓜子跟我炫耀 带着周若霞 就跟带了个外挂似的 咱这一路 啥心也不用操了 周破日出 远山连绵 晚霞如续 我们一行在山顶赞歇 顾卷从戒子囊中 摸出两壶梨花醉 与我对饮 小师妹一脸惆怅 背齿咬唇 一副戚爱爱的模样 开始吟诵 世间好物不兼牢 踩周一散流离脆 顾卷一脸不耐烦 走过去一脚把小师妹踹飞 嘴上还避避 霸了个根的 正搁这看风景呢 叨到什么 晦气玩意儿 少年欲带树妖 袍袖翻飞 直栏玉树一般 喝了三两梨花醉 唯一有些头晕眼花 看眼前的顾卷 都不由得觉得 比平日里顺眼了不少 我抬手摸了摸 趴在我大腿上的喵哥 慢悠悠念叨 世间好物不兼牢 踩周一散流离脆 顾卷正了下 走到我身边 蹲下来 整张脸凑过来 对着我上看下看 这梨花醉还真能 把人家整迷糊了 静玄心 你可千万别伤感啊 要说这是奸呢 也不是什么都不兼牢的 你看看我 这世上就有我这样 坚硬如铁的男人 早知道就不该让你 喝什么梨花醉 我那片健心的静玄心 去哪了 顾卷将梨花醉的酒壶 都倒过来 该不是有人在里头下鼓了吧 我望向顾卷 笑道 他骂你真是举 双镖狗 顾卷遇见了几日 顾卷方才发现不对劲 静玄心 这不对啊 顾卷开始鬼吼鬼叫 放我下剑 这是开去万魔窟的路 我一脸嫌弃的看他 别一惊一乍的 像个韭菜 顾卷立刻闭嘴 稍过了一会儿 一只猫爪子戳了戳我的手背 我低头去看 猫爪子被一只人爪子捏在手心里 再看 喵哥一脸的抗拒 抱着他的人 却一脸见兮兮的笑 真去万魔窟啊 我反问他 不然 顾卷一脸震惊 我以为你忽悠他们那帮 却心少干的狗东西的呀 人是你忽悠的 我当然 万魔窟是我要去的 我捏绝停下 道 你若是不想去 你现在就下剑 我断然不会拦着你 我独行惯了 虽在一个热闹的宗门里待着 可我一心只想问道 从来想的都是 找人同我比见 如今 一猫一狗在我身边数日 我非但不觉得烦扰 甚至觉得 日子若是一直这样过下去 倒也挺好的 顾卷若是当真要走 让我生日还能跟他 争一争喵哥的抚养权 顾卷目光直直看着我 旋即像个无赖似的 躺平在如是剑上 死活不撒手 你把老子当什么人了 顾卷掉锅铛 你就是赶老子走 老子也不走 老子还就赖上你了 别说是万魔窟 就是你要是神 我也给你敌剑 我背过身去 不再看他 却还是闷闷丢下一句 那就好 手却不自觉的 十分轻快地 在喵哥的肚皮上 轻轻挠了挠 又安安静静行了半日 顾卷这个话牢 终是憋坏了 凑到我跟前来 问我 不过 万魔窟凶险非常 你当真要去采魂之草 为了鹿燕没必要吧 你该不会真的喜欢鹿燕 那个没身高没素质的病秧子吧 我缓缓抬眼 目光锐利 看了顾卷一眼 顾卷乖绝闭嘴 但是表情还是很不服 我道 你骂谁呢 喜欢鹿燕 我在眼盲心下 也醉不至此 顾卷的脸上 疏忽有了笑意 嘿嘿 他脸都有点小红 那就好 虚语 他又问道 那你还去什么万魔窟 我道 拿个东西 顾卷好奇 什么 我淡淡 九天玄京 九天玄京 顾卷惊诧 你这周淡风轻的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玩意儿 是你家产的呢 不是我说 近玄心 这玩意儿就是个传说 唯一爆出过一块 半年前还被八位尊者 拿来补天了 我平静地摸了摸老婆 碰碰运气吧 顾卷 万一没碰到呢 我抬头看了看天 顾卷也看了看天 我常叹 很是为难 那就把天上那块线成都抠下来 顾卷 顾卷嘴角抽了抽 那要不然 咱还是先碰碰运气 近姐 您看呢 我转头看顾卷 点了点头 我看行 怀里的喵哥 也很配合地点了点头 周若霞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 他抿着唇 头还没来得及点一下 顾卷就一个大臂斗 把他扇飞 顾卷不以为然 这是我下的黑手 要是你下 那就是死手了 我想了想 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顺势抬手拍了拍顾卷的肩膀 嘱咐他 那下次还是由你来下黑手 顾卷下巴一扬 为此十分骄傲 周若霞吐的血更大口了 前往万魔窟的路上算平静 只是我不懂 周若霞都被我和顾卷 欺压折腾成这样了 他还是死活坚持要跟着我们 顾卷就很懂 他给我解释道 还不是怕你抢了他的奇遇呗 要是你真的拿到神之草 因此救了陆燕 陆燕一情别恋爱上你 他还怎么收服他的爱慕者呀 我不解 谁救了陆燕 陆燕就会爱谁 那他最爱的 应当是一直为他治病的医道啊 顾卷 顾卷嫌弃 你一个钢铁侄女 懂什么情爱爱的 我看向他 反问 那你就很懂 少年目光直勾勾地看向我 目色似合 身后是落日于灰 硬衬的他同色都泛出金色 他别过脸去 连白皙的脖梗都微微发红 他胡乱地抓抓头发 道 懂啊 我当然懂了 没有人比我更懂情爱 虚语 他转过身来 耳边是栩栩风生 我几乎能听见他一下 用一下越来越快的心跳 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 我 你有心病 顾卷 我 不然怎么跳这么快 顾卷泄气 蹲下身子 随手撵了跟狗尾 把草雕在嘴里 算了 但我什么也没说 我垂眸 看着少年宽阔的背脊 低声回他 你本来就什么也没说 离万魔哭越近 顾卷就显得愈发焦躁 就连喵哥 也时常半夜里突然惊醒 跳起来 拱着几背 紧闭地看着四周 我数次被吵醒 只好拎着喵哥命运的后紧皮 把他丢进顾卷的怀里 半夜三更 管好你的孩子吧 顾卷一边安抚喵哥 一边不服气地回我 平时孩子乖巧的时候 你倒是知道抢着抱 不听话的时候就是我的锅 是吧 我亮出我的老婆 你有什么意见 是我没教好咱俩的孩子 我有罪 顾卷瞬间乖巧 抱着喵哥侧过身子就去睡了 我坐下来 眼前的篝火烧得正望 我望着背对着我洋装睡觉的少年 说起来 万魔窟不是你的老家吗 你怎么一点回老家的兴奋劲都没有 身侧是良久的沉默 半晌 顾卷才轻声哼哼道 这事说起来有点复杂 我摸了摸如是剑 给顾卷助力 那就动动脑子 说简单点 顾卷像是终于放下了 并不存在的高傲身段一般 猛地坐起来 开始一本正经回答我的问题 正派大笔 讲究点道极止 手下留情 顾卷牧视远方 眼中有晕不开的筹序一般 道可魔道并非如此 圣者为王 不死不休 九死一生 万魔窟更甚 我生在万魔窟 是命中注定的魔 可要在万魔窟活下去 就要不停地厮杀 杀人 杀妖 杀魔 杀的最多的 其实是自己的同族 我觉醒前 是万魔窟的魔尊 满手鲜血 满眼杀戮 可我觉醒后 他沉默了会儿 才道 我没办法每天一睁眼 就面对死亡 即便闭着眼 也要担惊受怕 是不是有同族 要来杀我独魔尊的位置 懂了 我道 你在万魔窟人员不行 回去会被打死 顾卷无语 尽玄心 你就不能稍微含蓄点 我无视他的问责 只拍了拍他的后背 沉声道 放心 我在 万魔窟是我带你去的 我自然会护你周全 我必不会叫你 文化水平实在有限 我想了想措辞 道 必不会叫你 欲捡相消 圆月高悬 梳影横斜 顾卷目光正正看我 我与他并肩而坐 两道人影拖在地上 在旁边是只挺直几背 偷听我们说话的小猫咪 顾卷末地笑了下 问 靳玄心 有没有人说过 你很有安全感 没有 我斩钉截铁 你是第一个 顾卷的嘴里得更开了 那从今往后 这样的话 你只许对我一个人说 这样的事 也只许为我一个人做 少年眸光定定看着我 眼中仿佛坠着万里星河 脚边的喵哥 都难得温柔地瞄了声 仿佛在说 答应他 快答应他 搞快点 不知道是今夜的风太过温柔 还是心子太过耀眼 我有一瞬间的恍惚 看着眼前见眉心目的少年 只想着 他说什么都答应他好了 嗯 我轻轻应了声 一字千金 力敌千军 少年脸上 样出无法抑制的笑容 整个人都觉得有点膨胀的 拿过我的如是剑 抬手落手间 他将如是剑 从剑翘中拔了出来 月色印在剑身上 发出冷冽寒光 我看着顾眷 像在看一个死人 你是第一个拔出这把剑的男人 顾眷瞪大双眼看着我 旋即皱了皱眉头 我知道 就像至尊宝 拔出紫霞的宝剑一样 我嗓音冷冷 听不懂你在放什么屁 顾眷凑过来 笑得见嘻嘻 有什么奖励吗 我皱眉 第一个 男人 身高一米八七的男人 搞不懂这个臂到底 在骄傲什么玩意儿 我沉生 送你上天 算不算 顾眷 可以 但没必要吧 有话好好说 静玄心 别呀 天上风景不错 喵哥 你要不要也上来瞅瞅 哦 喵 喵哥你怎么说脏话 终于到了万魔窟 我看了眼顾眷 他脸色都有点惨白 他强子镇定了会儿 问我 静玄心 你有梦想吗 我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顾眷 我没有梦想 我 我有 我要打遍修真戒 我要飞生 然后去仙戒继续打 顾眷 我有梦想了 我 顾眷 我也要飞生去仙戒 我笑 好 那就别死 活着出来 万魔窟外有浓重瘴气 我也灵力住出屏障 供两人一猫在其中行进 至于周洛霞 是完全没有资格 跟我们一起混的 他被浓重瘴气步步避退 一路艰难前行 衣裳都被遍地丛生的草木刺破 整个人狼狈不堪 不过 他毕竟是顾眷口中的大女主 有女主光环这一厉害的仙气庇佑 到底还是勉勉强强抢穿过瘴气 与我们一同进了万魔窟 以前都有谁欺负过你 我嘱咐顾眷 待会碰见了 千万别客气 一个个指出来 我替你找他们晦气 顾眷正了下 才笑道 好耶 周遭比外间的天色还要暗 几乎不能生物 我凝身静气面了个绝 眼力方才恢复些 隐约能看见黑漆漆的团团黑气 在我们周身来回游动 这是魔气 粘到会迷乱心神 小场面 交给我 顾眷在我耳旁叮嘱我 玄机他立身在我前方 抬手在身前结印 手指黑气 口面 退 退 退 那些黑气 立刻如抱头鼠窜一般 毫无章法 四处乱撞 少息片刻 黑气便都消散了 万魔窟内一点点亮起来 我看着几倍笔直的顾眷 没有说话 顾眷挠了挠头 嘿嘿一笑 道 好歹我也曾经是他们的大哥 对付几个臭弟弟 还是绰绰有余的 嗯我道 那后面的臭弟弟也交给你吧 别呀 顾眷带着喵哥 急急忙忙追上我 神之草在万魔窟的千人牙顶上 虽然我是来找九天玄京的 但来都来了 多把一株神之草走 不过分吧 万魔窟内无法遇见 千人牙崎岖难行 一步步犹如赤脚 踩在烧红的刀尖上 我将将要踏上去 便被顾眷拦住 这里我熟 我带你超近道 我 原来 还有捷径 突然之间 我觉得顾眷这个窟里人 多少有点靠谱了 顾眷的捷径十分不错 我们没费半点劲 就上到了千人牙的牙顶 看守神之草的 乃凶兽苗雾 传了一双力找夺人性命 只在瞬间 被他抓过的 即便命还在 人也是费了大半 当年我师祖进万魔窟 便是被苗雾所伤 养了数月 才将受伤的胳膊养好 我提见走在最前 只见神之草旁 趴着一只身形硕大的白虎 听见动静 他不耐烦地动了动身子 缓缓将大脑袋抬起来 看见我仿佛看一个垃圾 一双眼低溜着转过去 转到了顾卷的身上 顾卷整个人都抖了抖 苗雾眼睛突然亮起来 眼皮子眨了眨 鼻尖动了动 仿佛用力在秀什么 然后 他看见了躲在我和顾卷身后的喵哥 几乎是一瞬间 苗雾直直地朝我们扑了过来 顾卷野鸣手快 抱着我就低一滚 直接躲开了苗雾的袭击 就在我提见 要与苗雾对战的时候 苗雾身形骤然变小 呼吸间 他就变成了一只 比喵哥还要软萌可爱的小奶猫 他抬了抬小爪子 在喵哥头上挠了挠 喵巫 喵哥一张猫脸瞬间红了 整只猫变成了一只红猫 顾卷有点尴尬 其实 咱们喵哥和苗雾有一段情 当初我从万魔窟离开 喵哥放心不下我 非要跟我走 苗雾把我当成了 拆散他们的恶婆婆 心里十分记恨我 我 你不敢回来 就是怕苗雾 顾卷 他那一巴掌拍死过不少人 我心里阴影比较大 来一趟万魔窟 我不仅没费 什么力气捡了颗神之草 还白捡了个儿媳妇 儿媳妇娇娇软软的十分黏人 哪有外面人说的可怕 我跟他简短交流了下 他还因为拍断过我师祖的胳膊 狠狠给我道歉 多么听话懂事啊 改名也带他认认师祖去 等我们相亲相爱完 周若霞才虚弱疲惫的爬上千刃牙 他看见我们一群人猫 其乐融融 又看见我手中的神之草 要点脸吧 什么好东西都该是你的 是吗 周若霞泪淫于劫 嗓音都带了哭腔 故失地 我拿神之草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鹿燕啊 他命不久矣 这是救他命的良药啊 况且 此事是关周华剑宗和灵耀谷两派情谊 顾卷打断他 关我屁事 别想CPU我 我懒得听他废话 直接将神之草装进戒子囊 万魔窟内 哪里最有可能爆出九天玄京 我话一问出 就连苗雾都瞪原了一双眼睛看着我 仿若我说的是什么天方夜谭一般 不可置信 顾卷 九天玄京这一事 我确实没藏着掖着 我在万魔窟数年 也未曾见过 要说哪里会出九天玄京 实在难料 当初八大尊者在万魔窟内 也是因机缘巧合 才偶遇一块九天玄京 况且这等神物 又岂能如刻舟求剑一般 妄图在同一处再寻到一块 只能再碰碰运气 我有些颓然 但到底我找到此物用处极大 周若霞不是大女主吗 凭他的主角光环 想找一颗九天玄京 应该不难 我赌定道 完全不难 据顾卷说 主角只要坠牙 必定不死 岂还能有奇遇 轻者捡到武功秘籍 受得到高人指点 重者还能多得一位雕凶 而此时 我们正身居千刃牙上 天时地利人和 真乃妙哉 我和顾卷对视一眼 在周若霞一声不要啊 中 我一脚把他踹下了千刃牙 片刻后 千刃牙下七彩流离光大圣 果然 就此爆出了一颗九天玄京 回到周华剑宗时 灵耀谷的众人 也一道聚在山门前等待 周若霞一身是伤 却全然不顾疼痛 抢着快跑了几步前去报喜 师尊 谷主 鹿燕 我们找到神之草了 鹿燕看着周若霞那副惨样 万般心疼 若霞 你受伤了 周若霞眼里蓄着两炮类 仍是不忘演戏 道 我没事 为了你 我什么都肯做 神之草就在大师姐那里 我去给你拿 周若霞把功夫做在前头 似乎觉得他先说话 这神之草就该归属于他 抢功劳的样子 真是滑稽可笑 大约是觉得 当着众人的面 来跟我要神之草 我便拉不下脸面 不得不给 开什么玩笑 我是那种人 我直接白手道 神之草我已主意他人 周若霞眉心一皱 谁 我看了一眼一旁的顾眷 道 他 周若霞一脸正义 可少谷主比顾师弟 是因爱生恨吗 在我发飙之前 顾眷先发了疯 陆燕 你是不是有病啊 谁都得爱你是吧 全然已经忘记了 当初自己说 要抢周若霞老公的誓言 我平心静气 并不在意 陆燕的误会与自恋 我当着陆燕和众人的面 将神之草一点点恋化 然后从容丢给顾眷 味道一般 用处可能也不大 你随便吃两口吧 别的男孩子有的 你也要有 我看了看可怜兮兮的陆燕 别的男孩子没有的 你也要有 先给他希望 再亲手将他的希望 一点点碾碎 看着陆燕一脸痛苦的样子 我心情莫名畅快 毕竟原本 作为一个炮灰 我是该死在陆燕的末世之下的 我怨恨极度周若霞 得到原本属于我的姻缘而黑化 而他的善良大度 对我衬托得更加明显 没有人愿意为我发声 即便是我一直以来 守护的师兄弟们 就连师尊也坚口不言 我不过是周若霞 抬高身价的一块垫脚石 而陆燕和周华剑宗众人 就是真正杀死我的历刃 我等了那么久 做了这么多 不过是为了要看着他们死 百年之期已到 答应师祖的承诺我 尽数做到 无一不至 我提见 剑与自我身后而出 直刺山门前的众人 师尊仲华立身上前 立身贺道 尽悬心 你好大的胆子 是要忤逆师尊 残害同门吗 我坚决不断 冷笑道 凭你的菜狗也配成我的师尊 这傻逼宗们老娘 一天都不想多待 今天我就要你们都死 周华剑宗弟子列阵 众华立鹤 我眼前恍然间浮现出那些 今生未曾来的急发生的画面 与此时此刻十分想象 只是 原书里头 是我被周华剑宗和林药谷联合追杀 逃无可逃 却仍想让他们念在同门之意上 与我一条苟起生路 可周若霞从人群中站了出来 他提见次向我 口中却是阵阵有词 大师姐 你心智不坚 堕入魔道 造下诸多杀灭 我不得不杀了你 为那些亡死之人报仇 可他在攻略反派顾倦的时候 又是怎样说的呢 他说 你虽然杀了很多人 可那都是你入魔之后的事情了 我相信 你也不想的 你控制不了自己 你不要怪自己 你也是避不得已 你也是受害者呀 原来 同样一件事 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 就可以有这样天差地别的言辞 只因他是反派男配 而我是个区区炮灰 而周华剑宗众人 宁愿因为周若霞的善良 而原谅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反派魔道 人籍更密 两派众人皆是废物一般躲闪不及 众华人群中大喊 静悬心 你当真是疯了 你就不怕师祖知道你做的好事 杀了你吗 我笑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 三日前 我以你的名义与师祖去信 告诉他 周华剑宗很好 让他安心修炼 线下 他已经闭关 每个百年千年 怕是不会出来了 百年千年 够我再造一个 真正盛大辉煌的周华剑宗了 你们这帮废物 就都去死吧 剑宇如实 先是历声咒骂 那声音一点点弱下去 直至半点不剩 我带着弟子名册 一个一个翻找过去 杀我回我者 我都补了一剑 确保他们死得很透 非议我 伤害我的 我只废了他们的修为 让他们以后在修真界 只能靠挖野菜苟且过火 行至周若霞跟前 他虚弱喘息 你不能杀我 我是女主角 我俯下身子 直接将如是剑 捅进他的身体里 谁说女主角就不能死了 周若霞还在挣扎 我死了 这个修真界就会坍塌 你和顾卷都活不了 他几乎是疯了 开始流泪笑了起来 周遭事物开始拒震 隐隐有轻颓之势 哦 我冷冷应声 我早已料到有此一招 我抬手 祭出九天玄京 九天玄京缓缓飞升 琉璃华采放 周遭一点点静了下来 少请 恢复寻常 再无异样 我将如是剑 从周若霞的身体里抽出来 看着他绝望的样子 质地有声道 从今天起 主角换我来做 后继 顾卷成了周华建宗 新一任宗主 我不喜欢管这些术物 他却实在很擅长 资本家那套管理模式 画柄的能力一流 三言两语 就把周华建宗 吹得天上有地上无 慕名而来的新弟子 越来越多 周华建宗在修真界 名气遇盛 一派繁荣景象 我懒得管这些 只一心修炼 偶尔会在弟子 大比的大会上出现一下 挑几个天资不错的弟子 来同我比肩 但也是独孤求败 未逢敌手 实在无趣 苗巫成了最常陪我试炼的 但他到底不敢下死手 只能处处避让 也实在是难为他 顾卷和喵哥 常常躲在一旁暗中观察 互相指责对方 没管好家属 害得他们不能跟所爱之人 多些时间相处 终于寻得一日间隙 顾卷提着梨花 醉来同我唠嗑 尽玄心 你真够可以 拿九天玄精 居然是为了撑起整个修真界 不然呢 我道 当初八大尊者 和丽拿那块九天玄精补天 不也是因为有人逆天改命 导致修真界将要坍塌吗 顾卷大惊 这你也知道 听师祖提过一嘴 我道 当年那事发生之时 他还是周华建宗的小弟子呢 逆天改命之人 创了周华建宗 我喝了口梨花醉 有些怅然 师祖当时觉得我和宗主很像吧 才破例说我至重华门下 时时时时对我细心教导 他大约 也是在透过我 看到曾经对他照顾有家的宗主吧 顾卷 合着你其实是替身啊 我撇他 别太荒谬 顾卷 可你就这么把师祖原先继承的周华建宗给毁了 你不怕没法交代 我放下梨花醉 看向顾卷 你说 为什么师祖只让我保住师门百年 而非永远 你以为 那个期限限制的是我吗 顾卷沉音片刻才道 原来如此 没有错的人不需要被限制 所有枷锁樊龙应当留给做错事的人 他们不毁 我便不恕 全文完